各位客家哈哈的朋友 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特別 有這個領航員 這個是船嫂 還有後面是船長 我們要一起出去玩 我們要去哪裡玩呢 要請領航員先跟大家來講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先要去我們龍潭的一個秘境 就是在使館局大草皮這邊 那下去有一段非常清爽的步行路線 那大草皮下去以後到一個清水坑 我們山坑石門水源地 帶各位去看一下水源地的一個古早的風情 OK 出發 出發 今天在小柔身旁的這位大帥哥 他在這個龍潭可以說是非常接地氣的 龍潭的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全部都在他腦子裡 我們請這個孔哥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龍潭在地人 那我目前呢 擔任龍潭守望相助中隊的副中隊長 很快的我們來到了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你聊你的時間非常多人 來打羽毛球啦 來叫的來打溜狗啦 放風針啦 全部都非常的適合 這邊呢是使館局的大草皮 大草皮 這邊有一個老的佛宮 露白宮 露白宮 上面一棵榕樹非常的大 小時候呢都是在這邊歡度我們美麗的童年 下了課以後都不回家 就在這邊爬樹 就在這邊爬樹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山西產品之類的 下課以後就在這邊打棒球啦 爬樹啦 抓蟬啦 抓魚啦 就這樣子 有 待會兒帶你們去看 我們清水坑了什麼都沒有 好 小溪流水 OK 這流蘇如果開的時候 哇 那真的是這邊的一大奇景 流蘇流蘇 流蘇是幾月開呢 使館局的流蘇 四月桐花開的時候還可以開 走在這個靈異步道當中 道路上面 大家其實是很方便的 而且啊 雖然是現在日正當頭 可是你一點都不會覺得熱 還有聽得到我們農潭的名產直升機的聲音嗎 對 有病喔 好的 現在我們要去清水坑古道了 要注意喔 在這個地方 是通往古道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路口處 沿路還有指示牌 待會兒我會看 帶各位去看一下 前面有一個水源頭 就在我們的荷花池旁邊 然後呢 水源地從那邊冒出來以後 我們山坑大坪的居民呢 也有引用這邊的水 所以這邊的地啊 當初是非常貴的 所以這邊當初的一塊地 一樣的品質的話 可以在中壢呢 買三塊 所以這邊的地當初是非常珍貴的 這就是我們的石門大均 所以這邊呢又稱為櫻木花道 哪有櫻花啊 哪有櫻花啊 我們過年春節期間的時候 來就看得到櫻花了 整個走過來都不用出國就可以看到櫻花了 不用到日本 不用到日本 到我們呢 石門山坑的邊 這邊有個指標叫做 清水坑街 清水坑 真的水很清 牆水行 真是個水洞牆 好 那外面的香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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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應該算是以前的雞 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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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些農耕的器具 這邊是雞棚 對不對 小雞 小雞 然後旁邊這邊就住的地方 鴨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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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好 這裡還有古時候的趙 趙前方還有趙王爺 那時候都沒有湯 這是曬古湯 曬完了以後再放到我們自己的湯庫這邊 把它盛進起來 要使用的時候再用黏米茶 再送到黏米茶去黏米 然後他們平常早上都會在這邊洗衣服 還有蔬菜之類的 所以這邊可以說是最後保留的一塊鏡 這是我阿爸妹 阿爸妹好 你好 你好 阿爺 唉唷 有救生差不多 八十兩世用嗎 唉唷 他們都會跑 八十兩世嗎 看他們的身體好耶 阿爸妹 阿爸妹要吃棒魚都會好了 對啊 前面有好大的一個池塘 很漂亮 看到好漂亮喔 他們可以打牛丘 打牛丘的意思就是 我們早期都用牛車搬運貨品 他牛車到這邊以後 這邊特別的陡 特別陡 牛在拉的時候就非常吃力 所以我們的農民就會用鞭子打他 打牛丘 打著牛逼他上坡就對了 對 然後搬運貨品 所以古代的很多農民 不吃牛肉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太辛苦了 對 走完清水坑看完孔家的古宅之後 我們從旁邊的打牛騎骨道 一路的爬坡上來 打牛騎骨道 爬上來好喘喔 爬上來好喘喔 好 打牛騎骨道上來以後 這邊就是須於山林社區 上來了以後 這邊有一個 蠻事業蠻好的 不要忘記 早期事業比較好 早期我們在下面 清水坑那邊 就比較多水源 所以他洞出的水道 還有小環境的水道 上來了以後 我們不要吹爪 所以這邊呢 茶葉還蠻新鮮的 包括呢 我們各家的 東方美食茶 東南的包裝茶 早期的員工宿舍 這就是我們使館局 早期的員工宿舍 沿著佳安路以外來水道 因為這邊規劃的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輕功 直接修繕 不可以改進 而且好安靜 接下來我們就要往 山坑老街的方向來前進囉 這邊是 山坑老街 山坑老街 很多人都會來這邊 騎鐵馬 走完清水坑之後呢 回來走到這個 山坑老街 山坑老街 沿路都是古色古香 走到盡頭呢 還有一個永福宮 今天剛好有伴活動喔 這是非常傳統的客家的一個聚落 那在沿路呢 也有很多的客家小吃跟美食 這是我們的山坑老街 各位各位可以看到嗎 我們一進來呢 有黑白石 後來就是老街這一個之段 後來呢 是裡面的永福宮 永福宮裡面呢 跟我們呢 是山坑道地 我們特地要人的信仰通信 早期呢 這種山坑呢 是我們大汗溪的碼頭的終點 所以呢 右邊呢 就是上大汗溪 左邊呢 就是上我們山坑老街 山坑老街 霧集會擠在這邊呢 以後呢 再把霧集 推送到 運送到中壢銷售 所以早期呢 在這山坑老街這邊 是非常繁榮的 黑白洗是山坑子的公共洗滌空間 在老街的起點 以前常常 居民會利用池水來清洗器物 衣服 蔬菜等等 還有小朋友會在裡面游泳 牛汁會在裡面泡澡 是一個非常多功能性的池塘 這也成為很多的婦女聊天 交換彼此生活經驗和訊息的一個場所 這種的生活方式是繁華城市人無法體驗的 所以有黑白洗之稱 好 在我們山坑呢 可以做自行車的生態距離 先到第一站可以到我們的永福宮 然後到我們山坑的生態公園 然後繞回來 這一段呢 有上坡有下坡 然後再回來的永福宮以後 往永福宮的左手邊走 那邊也有個櫻花步道 就是接我們早上走的那個清水坑那邊 在石門的大峻的旁邊有櫻花步道 那邊也蠻涼的 而且你們兩個時候騎起來也蠻舒服的 所以其他的車可以到永福宮 右邊生態公園 左邊永福宮 可以到一圈 然後回來到我們的終點站 好 我們現在要去山坑的生態公園喔 水利署河川局為美化溪流兩岸的自然生態 將位於河川底風樹潭堤岸旁的水塘 擴建為自然生態公園 佔地約四公頃 每到了週末假日 這邊也都會有滿滿的人潮 來到公園這個地方 來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 整個公園植栽綠美化 目前正在進行興建整修當中 走完一上午的行程 接下來要來品嘗我們石門在地 很有名的活魚美味 我們點了四人套餐 等一下來看看套餐裡面 有哪些好吃的東西喔 來吃美食喔 客家小草 和土牌喔 牛仔 順館 順館 豆瓣魚 這是味噌魚湯 你看它的魚頭就這麼大 裡面的肉 超多的 旁邊還有炸鮮耶 裡面另外有抽籤 滿滿的四個人 這個會吃很飽喔 這邊是十月活魚餐廳的分店 對 圓餐廳 這邊是總店 上面是分店 所以在假日的時候 這邊可以開一百桌都沒有問題 好好吃喔 過來這邊是我們的金牌廚師 金牌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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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董哥 阿董哥 阿董哥是我的弟弟 好客家哈哈的朋友們 今天呢我們在 董哥的一個代理之下 去食管局 還有去清水坑 還有去山坑老街 去走一走逛逛一逛 希望大家可以多方面的認識 我們的客家村落 還有客家的文化喔 記得還要來這個吃活魚對不對 那去哪一家吃 食鹽 食鹽活魚餐廳 讚 好喜歡小肉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喔 謝謝你們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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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別人 我們再拍照 下次再拍照 想 découvrir 我們 Riot 聊天 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